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圣诞所做的这种街头的商业区 那如果跟中国人比较起来呢 我感觉有点像夜市 而这种做法 而这个夜市的特点是只有在圣诞节期间 那为了人民的需要 为了就是做生意的需要 和他这种特殊的节日的氛围之内 在这种社区当中出现的这种商品的区域 商品区域相信可以主要是贪贩们 主要卖那些过年用的这些个 人们日常用的纪念的商品 或者说食品 那这辆卡车一共有两个司机 一个人呢 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就死亡了 他没说是被警察打死了 还是因为在撞车的过程中呢 撞死了 而另外一个人跑了 大概跑出去两个多公里之内 这个范围之内呢 被警察抓到 而这个操守做法 跟当年的在法国的尼斯 出现的状况是极其类似的 所以他是用卡车撞进了 这个夜市的人们的这种购物区 和饮食区 那很多摊贩 他晚上摆摊的地方 摊贩呢 被撞犯了 所以截止到现在 我们看到的消息呢 他说大概有九个人死亡 有多少人受伤不知道 还没有最后统计出来 谁将为此事负责任 就是是否有背景 比如说是ISIS 他们的背景的这种恐怖袭击呢 到现在到我做节目的时候 也没有说 那德国媒体在第一时间呢 长时间的就报道这件事情 在社交媒体当中呢 已经有一段视频拿出来 在当时的现场 所以操守做法 跟当年法国的尼斯的 当时的状况呢 是非常类似的 是非常类似 所以手法也很类似 那与此同时 在这件事情的之前的 大概两个小时 在这个土耳其 俄罗斯驻土耳其的大使 去参加一个艺术展览会 在艺术展览会的开幕式上 那一个男子 我看到那个视频 那个男人大概30岁左右 那来到了现场 拿出了手枪 把这个俄罗斯驻土耳其的大使打伤 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呢 大使已经死亡 那这个枪手呢 我还真没注意到 这个枪手最终的结果 而他的视频的报道 照片呢 都是在艺术展览的开幕式上 在这个讲话的桌上 台子上 这个大使被打死 所以这是一种 在在马上接近距离 这个圣诞节 还有一个星期的 星期一里面呢 连续发生了这种恶性事件呢 连续发生 那据说俄罗斯呢 已经针对这件事情发表声明 讲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 会会会会照常如故 那我们知道 土耳其在发生了所谓的政变之后呢 土耳其总理呢 采取了一种极其残酷的 独裁者的这种镇压的方式 那表现出的做法 让人们都质疑 那个所谓当时的 所谓当时的 这个军事政变是假的 而他借此机会 窃取政权 实施独裁 摧毁这种民主体制 这是真的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这个枪手在打死这个 打枪击这个美国 俄罗斯大使的时候呢 他讲说他的做法 他的所作所为 是为了是为这个俄罗斯在 在这个叙利亚的做法呢 进行报复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 我感觉就是一种 在围绕着圣诞节 这个前后的时间呢 骤然而起的这种 世界范围内的不稳定的因素 那与此同时更欢的 那就是更声音更大的 就是来自于中国的 中国的海军 在南海水域 实际是在黄岩岛附近 那获取了 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 川普的话 是偷取了 美国海军在那里面 在那海下收集 情报的这种 无人的潜艇 它只能叫潜艇了 那种潜水装置呢 潜水装置不是很大 但是呢 它是一种操控式 那这件事情的 引起的风波 我们今天在 《金日点击》当中 已经跟大家分享 在川普一连串的 表达的过程中 非常出人意表的 表达的过程中 包括一种叫什么 把这个词给拼错了 拼成没有总统 或者叫非总统式的 这种 这种 让人感觉 就是这是一种 一种 怎么说呢 一种笑话 但是又是一种 暗含着幽默 来指定今天 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 这种关系 那川普的连续发言 跟应对着 美国政府跟中国之间 在很可能会以 按照国际法 和国际惯例的做法呢 透过某种渠道 拿回他的 无人潜艇的 这种现实的操作做法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下 纽约时报 登了一篇文章说 习近平和川普之间的 个人的 个体 个体者的 这种 这种不同点 给美国与中国之间 带来了 非常的不确定性 那这篇文章写的非常长 我看它还是在英文的 通常与中国有关系的文章呢 纽约时报都会把它翻译成中文 当然我看到的时候 它是英文的这篇文章 刚刚出来 所以这里面都突出一点 在中国和美国 那习近平与川普 个人的做法 个人的风格 个人的这种特立独行的选择 成为了两个国家之间的 这种冲突的 这种被今天的 国际社会当中的这些 这些国家 怎么讲的 国际问题专家 中美问题专家 中国问题专家 美国问题专家 其实都算在一起 都进入了一种茫然的状态 因为最难确定的是人的性格 最难确定的是 在这种大变革背景之下的 这样出乎一表的人们 当他获得权力之后 个体者获得权力之后 他完全以个人的操守做法 出现在这种世界舞台中 而川普成立的美国的政府呢 被人们公认成叫 素人政府 就是说都是生意人 他不是政治 这个外交国家 这样的人才 他完全是在做生意 那生意是以利益为先导 而在生意的概念当中 却进入的 生意人却进入了 管理国家的体系当中呢 那就意味着 在国际社会中 被人们过去几十年里 习以为常的 或者说 共同接受的操守做法 在他们手里面都变成了儿戏 因为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 我是做生意 我为的就是我的利益 那一切从我的利益出发 再从利益的出发来讲 跟政客之间的这种 脚诈与做法呢 有着内在的不同 所以 正是川普跟习近平的 这种 这种概念出现 那给今天整个社会 中美之间带来了相当的不确定性 我觉得这个 是这么回事 所以 就给人感觉这是一种 人的 个人的 品质 个人对 对人的理解 对周围环境的理解 对国家的理解 确定了整个因素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美这个 中国人挑起来的 这个尸砖本身 到底谁是背后的力量 英国媒体登了一篇文章 采访的是伦敦大学的 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 在他看来应该 他认为 中国海军从海里面捞出来 这个美国人的无人潜艇 应该来 命令来自于习近平 他没直说 他说来自于最高的权力机构 这就排除了一种误差 排除了一种其他的说法 而他的论据就是认为 为什么是讲 来自于最高的 甚至习近平的办公室 对他的这种命令呢 就是因为 对川普过去时间里的 所作所为 完全出现了不确定性 他对与蔡英文之间的对话 对以及他所任命的 中国的大使 跟却是习近平的老朋友 然后你我俩来又针对 中国的汇率呢 发出了直接了当的 挑战式的这种言论 那完全 在中国的环境中 完全不知道川普是个什么人 而中共的媒体在宣传中呢 一直把川普甚至描写成是一个顽童 那他是顽童也好 是盖帮也好 他就是这样 当他是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你无论怎么讲 你不得不面对的是 他将是美国的下一任总统 那他的操守做法 是今天中共体制当中的所有精英们 和美国问题专家们 所无法确定的 所以这个推测认为 是来自于 很可能来自于习近平的命令 故意拿掉 偷掉 美国的无人潜艇 来测试 川普的所作所为 在我的眼睛里 我觉得可以是可以不是 因为关键的问题就是 今天不是川普主政 川普还没成为美国总统 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去来碰这件事情的话 川普已经给你答复了 不要了 给他 不要了给他 这是一种相当个人的男人的做法 相当老炮的做法 他根本不管你国际规矩 那你到底测试到了 还是没测试到呢 所以英国这个 伦敦的这位专家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中呢 有他一系列的佐证 而这个佐证呢 在我提出的质疑就是说 川普还没当选 那习近平 真的是来自于习近平的命令的话 他没必要这书出手 因为他测试不到 因为奥巴马的奥巴马夫妇跟川普之间 有着根本性的冲突 你今天测试的是奥巴马 测并不是川普 而川普却在这种 一来一往的美国跟中国政府之间 针对这件事情的绝对的 正式的往来的过程中 却更加表现出川普的不确定性 那如果不是来自于习近平的 那谁这么去做 故意挑起中美之间的冲突呢 那只能说 这样的不确定性 不是在川普身上 恰恰是在习近平身上 也就是说 有人故意下这样的命令 故意更新的 在川普当选前 更加挑起中美的事端 营造不确定性 而这一份的营造的 不确定性的背景呢 又出现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今天看到在国内的 他也不是国内的 他是怎么说呢 有人说这是习近平的 一家媒体是习近平的 控制当中的 他提到了一个说法 江苏帮的彻底瓦解 他来自于绸合的感觉 说江苏帮的彻底瓦解 意味着在江苏第一届将会出现更大的风波 那这个文章本身并不是很长 从绸合被抓被判开始 然后他转而说 其实绸合是来自于江苏的 他的根基是来自于江苏的 我们知道绸合的下来 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在昆明侃仁事件发生之后 绸合即刻就在两会期间就被抓了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做过很深刻的分析 说那其实是习近平借助 这个被在昆明事件这件事情上 逼得习近平不得不下手 针对当时的云南帮下手 我们知道现在看到了 整个云南两届的书记全都被干掉了 而他在云南里面围绕着 官场围绕着呢 中心呢是周永康 围绕的中心是周永康 而绸合是来自于江苏 而周永康的 这个这个 周永康的祖籍 同样是江苏 而另外一个 江苏的祖籍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江泽民 所以这篇文章里提到说 其实周永康应该是开启了江苏邦 瓦解的这个崩溃的这个起始 然后他提到原来的南京市市长 南京的市委书记杨伟泽 南京市长祭建业 然后他讲说祭建业被拿下 是2013年的事情 他前后两年多的时间 祭建业才被提到 这个被提审 用了非常长的时间 而祭建业却是江泽民的父母官 那祭建业 杨伟泽 筹合 然后他又加上了王敏 王敏我们知道已经被拿下 王敏是来自于江苏邦 而这江苏邦的背后呢 他后来转到辽宁去 那所以我们又看到了 一样是江泽民的身影 是周永康的身影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又提到了叫做赵少林 应该是江苏省的这个秘书长 然后又提到了江苏省的 常务富生郎同样被拿下 所以将围绕着江苏省 我们可以看到他前后的官员 分散在各地的主要官员 都面临着一个整体性的被崩溃 他不像山西邦 文章介绍里他说 不像山西邦 山西邦是坐地在山西死掉了 而江苏邦不是 是在江苏的背景之下 扩展到全国其他的省 那这里提到主要是云南 和这个王敏的出现 在辽宁的出现 然后王敏又回 又到了这个国家的人大 是政协的系统中 才把王敏弄下来 那他就讲说如果是这个概念的话 我们看到是江苏邦的整体的崩溃和瓦解 从筹合上被判 进而转世到 让人们意识到 围绕着江苏邦会有更大的关系 那江苏邦是罗志军 在周永康跟薄熙来的这种政变的方案当中之后呢 罗志军应该是 好像是政法委书记啊 是什么 或者是公安部长 大概是这么个位置 应该是这个政法委体系当中 而围绕着罗志军的消息 从2013年末 2014年最盛行 就是他是周永康和薄熙来政变体系当中的官员之一 但是罗志军一直坚持到 今年2016年 在这个江苏 江西 湖南 这个 包括这个新疆 这样的十几个省自治区 一把手被调换的过程中 罗志军才被拿下来 但是罗志军现在还依然是悬着 而我们看到围绕着罗志军的故事 不是停留在罗志军上 而是在江泽民身上 对吧 因为同样江苏省 如果从周永康的角度来讲 周永康已经完了 而如果把王敏 筹合这样的人 和包括杨卫泽 那季建业都放在一起的话 我们会看到 罗志军即使被抓掉 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根本不是 对吧 因为前面有黄兴国了 那前面有周本顺 那黄兴国也好 周本顺也好 在他的官位角度来讲 不输给罗志军 所以他罗志军即使下来 也只不过是过程中的一个兵 一匹马 并不是主子 那给我的感觉就是 如果他从预言的角度来讲 预示的角度来讲 江苏邦的坍塌 应该标志着江泽民的家族的 就是他的老巢的坍塌 我觉得是这么个概念 可能就更加的匹配 更加的明确 那在这个 整个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一条脉路的走向 包括昨天我们介绍了 在这个 郭文贵 在这个香港的 价值15亿的房子 将要 很可能被强拆的情况下 而这个事情呢 是在 是在梁振英 失去了支持 而被迫弃选 被迫放弃连任的 背景之下出现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条线 就是那条线打的是曾庆红 那今天我们提到的江苏邦呢 其实是冲着江泽民 那确实给人一种汇总的感觉 但是能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好说 确实是能到什么程度不好说 可是有一个问题 是今天习近平摆脱不了 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 那中国的经济问题 在今天的 应该是昨天的 这个周末的 英国的这个 经济学人杂志 登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 文章里直接谈到的就是 中国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巨大 在城市里面 今天40岁上下的人 如果男人 如果没有什么技术的话 那如果他是来自于这种 游动民 游动群落 也就是农民工 那在今天 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就是一个温饱问题 是一个生存问题 因为中国的经济 遭遇了巨大的打击 那特别是围绕着基础产业 那包括什么 基建产业 包括钢铁 钢材 那这样的企业呢 都出现了大范围的亏损 那无力支撑 庞大的就业群落 而农民工 游落在这个全国各地 如果他的基建的部分 遭受打击之后 农民工大多都在工地 对吧 都是做最苦的活 那将一系列的围绕着民生的企业 全都处于衰落状况 与此同时 所谓的中国的中产阶级 就是有自己的房产 有自己的车 那孩子能够读一些比较好的书 没有温饱问题 可是呢 在中国的社会被营造出了 恨人有笑人无 这种背景之下 促成了这些人 对中共最上层握有权势的 这些富豪们 这些官商们 他们怀有了一种极端仇恨的心态 道理很简单 如果整个经济受到打击的时候 当走到一定层面 所谓的中产阶级 他们的收入 就是他们的财富的增加 很可能处于一种停滞状态 这种状态会促成了他们 挣不着钱了 促成了他们内心中 有一种愤恨的情感 那这些中产阶级 有着他们一种事业的追求 有着他们一种命运的抗争 那这种事业的追求 和命运的抗争 面对着比他们富有的 这些官商 红二代 富二代 和那些真正握有权力的人 轻而易举 轻而易举 获得金钱的人 那中产阶级 在这种生存 就是聪明法则的这种生命的理念下 对他们有着深恶痛绝的那种恨他们都死光的那种心态 所以就变成了中国社会一层压一层 层层都是恨 层层都是妒忌 层层都是一种恨 希望别人死光光 只剩下我自己 所以这是一种 在社会范围之内 迎出来的社会的一种危机 人与人之间不是信任 人与人之间 是希望别人的消失 渴望着别人的失败 来应对着自己的成功 来安抚着自己 没能成功的伤痛 要收听收看这期节目呢 请您订阅时潮radio 再见